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9月24日的夜晚的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订阅YouTube 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支付 在YouTube第一个留言 最后一行有这个link click 进去Patreon 可以每月订额付费支持 也希望大家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ive Function支持本日 我们继续讲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然是美国大选 今天有些新的资料和大家update一下 因为我是比较忧虑的 忧虑的地方就是两个大字 暴动 这种情况和2014、2019的情况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那时候是公民抗命 以及真是为香港的前途去发声 但是看到美国的暴动似乎有一股势力 是想学习电影那种叫做小丑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套 就是好几年前的电影 就是说一种无政府主义 一种左派的思想 这种左派的意思是包括了什么呢 其实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一路去到变形的一些淡化的一些社会民主理论等等的东西 其实都是叫左派 程度有不同 那接着你会看到纳粹主义、法西士主义 不是右派思想 右派思想往往是和基督宗教真善美有关 你奉行假恶丑 利用四样东西 阶级、种族、性别 或者我们在说的环保 来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自己去描画一个人类的美丽新世界 然后希望所有人去跟随这种东西 将人与人的尊重硬是要扭曲 逼迫别人必须要复应于你的思想 搞表面上的相对主义 其实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绝对主义 这种就是左派的图腾 左派的乐人 左派的这种特征 我们会看到最近很多打着 希望美国实践共产主义旗号的说法 在慎敲尘上 这种美共的声音其来有志 即是你看到大战之前 二战前、二战后 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美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克服 克服了之后 过十年、二十年又来过一次 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 越战的时候用反战的声音 即是你看到约翰年龙说 Imagine那些 即是全世界无国界的 是左派思想的根强 日本当时全学年、全共斗 甚至乌克雷的赤坤 都和这个左派思想非常有关 好了 他在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 有大卓尔夫人、有列根总统 推动了很多东西的改革之后 跟着苏东波似乎 左派会幻灭 历史的终结 福山教授说 不会 接着又来 从克林顿 到奥巴马 希拉尼 接着 川普上台克服了一段时间 又到拜登 甚至去到 哈利斯 卡玛拉同志 又再狂囂一段时间 这种这样的思维 此起彼伏 是人类的本性的始言 因为很多人 过于自大 也过于想象自己人类 可以用自己的理性 纯粹的理性 去描画一个美丽新世界 结果往往懂得其反 那这些暴动是什么情况呢 三个城市 辉城 芝加哥 明尼阿波利斯 即是基本上 米尼埃普利斯 米尼桑塔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接着菲律德尔菲尔 就是在 佩斯维尼亚 接着在 亿利诺 的 Chicago 三个很重要的都市 大都会发生暴动 情况混乱到 有些网民称之为 无政府状态 这个很有趣 即是大家看什么 巴菲尼 那些无政府主义 看看 在十九世代里面 这些左派的狂习 有多么可怕 其实这帮人都和社会主义 若即若离 共产主义等人 若即若离 所以这种思想背后的 就是一种完全无神论 没有真善美 所有人 可以用人的善良 来创造出一个自己人造的美丽新世界 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希特拉是这样 默索里尼是这样 史太南是这样 列宁是这样 毛泽东 习近平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全部都是这样 即是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人性堕落的根强 在X的帐号 Ivan Dex 今天发文表示 灰城的抗争者 袭击警察 而芝加哥和明里 阿波利斯的抗议者 做出各种危险行为 例如投窄烟火 破坏警车 打架时候开枪 我看到有关的影片 是有周末惊心的 我自己这么看 1.磨刀 2.示威 3.是为11月5日 万一特朗普赢了 我稍后会说回 一些左家媒体 纽约Times Siena College公布的一些 民意调查 看到一个苗头 特朗普 多有可能会赢 那他正在预演 磨刀 打算在11月5日 到1月20日 煽乱 而煽乱的时候 中国俄罗斯 伊朗 北韩 会不会落达 搞网路上的 舆论战 心理及法律战 统战 甚至无用 滲透的地方 突然之间 全部灰线 地下党 扑出来 搞乱整个 美国 重演1967年暴动的情况 香港暴动的情况 我是很担心的 所以我就说 这件事 不能等凡事之下 我们要吸取歷史的教训 要完全 中观 中国 美国 和各方面 共产主义势力的一种过去 X的账号 Unlimited Else 就说 200多部的车辆在费城 造成严重的破坏 它们首先有意地塞在马路上 跟着 驾驶引发有危险的 又炎放烟火 甚至引发火灾 破坏警车 警察处理混乱暴当时 一名警员受伤 还有五两警车受损 就是看回 就是在小丑电影 最后那几幕 你会知道 小丑 是如何以为 一个直直无名的刺杀者 行凶者 然后成为所人民的英雄 当众议为是 未必为是 众议为非 未必为非 当这种民粹的 无政府主义的圈锹 通过有些英雄的情况 出现的话 就相当不得了 费城警察局的副局长 Mike Crane 声称 抗议者没有理会警察中的警察 警察 直接跳上车上 像当时的小丑 就是电影里的小丑 抗议者无法无天 正在造成人身伤害 Mike Crane也强调 抗议者不在乎人家的安全 也不在乎自身安全 不断制造混乱 背后有些外国势力 甚至是一种灰蛇草性的一种 心理影响的关系 就是可能 这个需要详细调查 X 帐号 John Crane USA 分享费城的影片 影面中无数抗议者 家族上扭打 当一辆警车经过的时候 抗议者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一起对警车发动攻击 还有抗议者跳到车上 X 帐号 Joey Mannarino声称 灰蛇草就好像游戏里面 合道列车手本混乱 情况彻底失控 他分享的影片显示 警察被抗议者被围攻时 企图脱困 但抗议者一直追着警车去无情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 费城发生暴乱的原因 疑似和共产主义颜色革命有关 逆向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就是摆脱尊制奔向民主 这个情况是摆脱民主 步向尊制 步向共产主义颜色革命 君贫富打土豪分田地 用阶级、性别、种族、环保 四个种族作为一个动员的力量 非常可怕的 X帐号George I. Intel 和PSYOP's Analyst 分享图片显示 费城抗议者具起作 支持共产主义 support communism的标语 这个仍然是美国共产党的潜藏势力 其他地区的暴动 是否和共产主义相关目前无法确定 我可以肯定 美国现在两党的候选人 Trump和J.D. Benz 一定会大声谴责 我就很期待 究竟Tim Walls 这个Minnesota州长 和现在的副总统 所谓的賀錦麗 我常说的卡玛拉同志 究竟如何回应这些 共产主义制的圈销 是不是一面骂一面也讨好 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而如果他们两个人上任的话 这帮共产主义的狂徒 会继续燃烧 越演越烈 就好像上有慈禧太后 我们下面就有义和团一样 我觉得美国如果搞成这样 就非常万劫不复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是候等大新闻 但是香港的很多媒体 甚至很多左派的评论人 将这件事淡化 甚至不提 我会觉得非常离谱 我希望这件事大家要注意 记住是测试示威 预演11月5日至1月20日的情况 这帮这个狂徒 应该要被正法 应该要被拘捕 他们和香港2014年 到2019年 20年的情况 完全不同 和民主抗争者完全不同 因为他们支持的就是共产主义 我们哪里支持共产主义呢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不可以说有抗争 有武力的使用 就一定是错的 就是你拿刀切菜 和拿刀杀人 都是拿刀 今天拿刀切菜是错 拿刀杀人是对的 我想这件事要搞清楚 不可以祸起来 混为一谈 好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特朗普 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 特朗普我记得最近 有两场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要好好看清楚 尤其他在North Carolina那一次 或者是最近 宾夕凡尼亚州的一些演讲 是很重要的 尤其他在923 有一番在宾夕凡尼亚州 对于农民的座谈 他坐在一个Bench的情况 后面讲的 关于农业问题 On China的看法 他主题是说China 很少 两边又坐了几个农民 接着开放整个floor 也都有在场的观众 也都有记者 好像在一个Ranch里面 那和农民的座谈 和Farmers and Ranchers的座谈 木民、农民的座谈里面 讲到中国的问题 表示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跟大家讲 第一 他上任之后 会重新去执行 美中之间 在2020年1月 簽署的所谓第一阶段 的美中农业贸易协议 要人们兑现500亿 50 billion 中国要去美国买的农产品 承诺 拜登没有去制裁 他会制裁 因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协议 第二 摆明是一个 penalty 但是他一定要执行 因为a contract is a contract 第二 美国看到很多州份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尤其是Montayna 很多的土地 都是被美中国的企业 有些国企 有些所谓的民企 其实都是党控的企业 一个一个去收买不同的土地 甚至建立一些设施去监控 一些交通管道 政府的情况 警察 消防局 在收买土地之后 留一条标杆 然后整摄录机 就像以前在捷克布拉格做的情况一样 这些情况是牵起了很多人 看到共产党人事滲透 金钱收买 藍金黄 再用极大的势力去收买美国的农地 这件事必需要反制和清除 另一方面他都看到 美国更加要加强关税 能够使到农民受惠 也都要使到中国支难而退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说法就是 人家问到他当选 第一通电话打给谁 没错了 三个大字 习猪头 没错了 打给中国的独裁者习猪头 要求中国履行他 过去任内达成的采购500亿美元的 美国农产马协协 就是我刚刚说的 给钱啊 猪头 他说他极相信 猪头是肯给钱的 他说我当选第一通电话 将会打给习主席 Chairman Xi President Xi 不知道你们怎么说 他也好 我将会说 你们得履行 你们签订的协议 你们必须履行 你们讲过的协议 签过的协议 拒评拜登 和哈利斯 任内未能履行 立行协议 我们达成协议 你们中国会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 美国农产品 给你们在场的 宾夕凡尼亚洲的农民 保证习近平一定会买 他100%肯定会买 即是说你不能买 习主席 喂 你昨天你女儿和老婆 很可爱 入女子之前的画面 给你看看 买不买 这样他会买 所以我就说 不买 五千亿 五万亿 五十万亿 他们买 多少钱你都要买 所以我就说 我问你 今天到今天为止 那些左交的评论人 分析一下 哈利斯说 他说不像拜登 你没有说清楚 他没有延续拜登政策 没有说到的 我问你 哈利斯和华兹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他知不支持这些东西 你不支持 第一 告诉大家 为什么 第二 告诉大家 你有没有替代方案 现在他不告诉你 为什么 也不告诉你 替代方案 因为他什么都不说 哈 哈 这两个候选人 剩下三十几四十日 不讲任何中国政策 我问你 你怎么投得下手 支持他呢 你可以骂特朗普 任何东西 说他大嘴巴 说他沙文主义 说他很骄傲 说他很自傲 说他甚至奸陷狡诈 说他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说他支持独裁者 我会觉得 这些人是不是short 人家说 CGP were my good friend 是不是 我都可以说 很多人都是 my good friend where was my good friend Putin and CGP were my good friend CGP was my good friend until covid-19 你有没有听过 until covid-19 还有good friend的意思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 我希望每一个骂特朗普的人 给时间听听他每一个rally 讲过的关于中国的事 他形容习近平是什么 fears 凶猛 evil 邪恶 他说对待独裁者 不可以用一种 日日指他 日日骂他这个方式 我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我上一次的节目都讲过 美国现在要win China 又或要manage China 你要用管控论 当好像你的老师 你对着一班学生 小学生小学生 你要用管控的方式 你不可以这样的了 知不知到 知不知错 明白了吗 佛抄 佛元抄给我 这个就是拜登民主党 基身格主义的图资 徒孙一直用的这套 貌似 很有威严 实际上的虚静 和管教的地方 这个叫做牧羊人主义 即是你看回美国的外交 很多好像牧师 牧羊人的管教一些中国人 同样一样 这个呢 是错的 因为要做的是win China they treat him as a lion not treat him as a child they treat him as a child 你就管教 they treat him as a lion as a snake as a lizard as a leopard 你就会 bam win it 行不行 但是 当 你和习近平说 哇 你呀 你不可以这么厉害 乖些 遵守世界秩序 知道吗 这个是管教 你是独裁者 你是破坏世界秩序 认错 签字 写佛抄圣经几百次 这个管教 什么叫win China 哇 真是恭喜你了 你真是行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曾经好朋友 你是为中国 我是为美国的 你是为东升的 我是为鸿卿的 总之呢 大家相安无事 行不行 行不行 不过这样 刚刚我们没有跟你说 刚刚我炸弹炸到北京里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先跟你说 还有呢 你昨天 你老婆 和你的女儿 知道哪两个啊 这个彭丽媛 扎名扎 阿尿的样子 看到吗 看看 阿尿都没得阿 怎么拍到的 你为什么会有的 哎 你猜一下呢 猜中我再跟你说 好不好 阿尿先 想不想我拍你的照呢 是吧 这样嘛 做大佬的 要不要每天跟那些 Fearous的 Evil的动物讲 你独裁 你知不知道江湖怎么做的 他已经讲到好像 Fearous and evil 你都听不懂 要不要再播一次给大家听啊 特朗普 怎样 几时在哪个活动 讲Fearous和Evil啊 自己看回他逐字稿啊 OK 不需要在我的地方 我这个地方 班门龙虎 需要很多阻交 They never hear it 而我觉得 这些政策 刚刚讲的 500亿美金的 农产品采购 摆明的 penalty 15 150亿 变500亿 那时候我还记得 留下的地方 变成傻子 那样没有他 记不记得 2000年的1月 2020年 2020年的1月的时候 怎样是 叫刘海DC 玩到他借 我还记得 那个画面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唉 我就说 你们整班人 如果你真是交头交脑 看来看去 纽约时报 ABC MSNBC BBC 看了Telegraph AP 美联社 发生社 路透社 看左交记者 写给你这些垃圾 你们有没有真是去看原始资料 看看特朗普每一个环节 他讲过些什么 他会说些东西很大嘴巴 黑人责 会 但他大政方针上面对中国的态度是有层次的 是有根强有根据的 你对习近平 对金仔 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东西 他是有方略的 你可以不认同他 但你认为他同情独裁者 支持金仔 支持习近平 支持普京 我想你是阅读理解 聆听理解 有严重问题 OK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是为美国利益 当然是美国的总统 那你说 他一定要为香港人利益 sorry 他不是香港的总统 也就是为香港的特首 你要要求他完全为香港做事 sorry 他不是 而美国也都没有任何的必要 去为台湾 去为香港 做一切的事 我们要有这样的思维 不可以一厢情愿说 你不帮我 你就是坏人 no 那美国为自己 你总统为国家自己 有什么问题呢 而如果台湾和香港人 真的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 我相信 we are better off 而更加重要的 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会更多的奥援 对抗我们最重要的敌人 因为中国共产党 要消灭香港人 消灭台湾 但美国没有 而他们如果有个心态 要win China 甚至crush China crush CCP 的话 我们绝对赞成 and stand with the US 这个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立策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特朗普就说 他还会要求习近平 第二 跟着来要求 处理由中国经墨西哥 涌入美国的鸦片 止痛剂 分泰尼的问题 其实我还加了一样东西 非法移民的问题 一个分泰尼毒品 一个非法移民 特朗普说 我会说 你们必须将你们的鸦片类止痛剂 分泰尼的交易商 判处死刑 谁卖给我们美国那些 你要判死刑 知道吗 不知道 我不会教你了 又你老婆的照片 是不是要这样 你老婆呢 摸衣服的照片 刚刚停在地方 未露点 你是不是想看露点的样子 刚刚看过来的 哈哈哈哈 那跟你玩 你叛判死刑 我限你二十四个小时之后 就立刻露点了 找那些真正的分泰尼交易商 不要乱找 露点了 不是我 放上X 放上Truth Social 你知道吗 要不要 尿都没得吐 不是怕到泥尿 尿都变成口水噴出来 所以我说 对这些恶人 你要一种 对他朋友的方式 玩他 OK 美国人 揽用非法分泰尼的问题 一直令政府 头痛 华府指控中国是制作分泰尼原料的主要来源 但是中国一直否认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他当选 他会打击中国大使 购买美国农地 说中国这个举动 威胁美国农民 刚刚我都说过 所以我想这个 我看得很清晰 在选前一个月开外的时间 有一个很清晰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将中国的一些威胁 将对中国的抗制很清晰说 和他第一通电话会打给CGMP 说5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买了 OK 另外特朗普有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说 他形容扎连斯基 乌克兰的总统 是一个史上最伟大的推销羊 是一个sales 他可以每次访问这个拜登 在阿里斯统治下的美国 都能够带走600亿美金 哇更厉害 他中国要向美国买500亿美金的农产品 到现在都没买 美国就送600亿美金的武器给扎连斯基 就是凭扎连斯基卖惨 卖我们重要 卖我们一切的所谓的 我不打下去 你美国玩完了 你给我钱 哈哈哈 600亿美金就捧丑 每次来美国600亿美金 还比中国买美国的农产品数目 60亿美金 他相信扎连斯基 即特朗普相信扎连斯基 非常希望他的民主党对手 卡玛拉·哈里斯 赢得选举 并承诺 特朗普如果当选 将会试图促成 乌克兰和俄罗斯 他说如果我赢得这次选举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给扎连斯基 要求打电话给普京总统 我会说 你们必须达成协议 这些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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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很多人 去打这场战争 在战争的初期 尤其是2022年的下秋两季 我会觉得 无可厚非的 顶住 不要被乌克兰灭国 这个缓冲地带 一定要有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这么个军备 我给军备给你 也不能给重型会 为什么呢 美国信不过乌克兰 以前你信得过ISIS 伊斯兰国 拉登 最后被人咬一口 为什么乌克兰信不过 我说真的 我看中国历史一段时间 国际关系一段时间 乌克兰是一个半民主半独裁国家 很多次的选举都选到一些亲俄的职领袖 这位泽连司机是例外 乌克兰一直在乌东地区 是俄语人口占最大的优势 乌东以外的地区 就是乌克兰本身亲欧的人口佔最大优势 每次都是所谓的对决局面 当然乌克兰整个国家被人侵略 那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样顶下去要顶到什么时候呢 韩战1950年 打到1953年 越战打到1975年 不断打下去消磨多少的时间 努力 费用 情报 还有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其实最多不得要令 因为俄罗斯通过中国 拿回制裁他的所有东西 由武器到原料 和钱 基本上中国是非常重要 只要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一删水后 俄罗战争立即结束 但习近平肯定不会删水后 而俄罗战争促成了几件事很重要的 中俄结盟 合作无上限 第二 俄罗斯使得欧洲和美国 花费很多努力时间费用 去打这场战争 而这件事使得整个地缘政治格局 习近平不是第一敌人 俄罗斯普京才是头号敌人 你看看各国领袖 见谁不变,见谁要很清楚 第三 我们更重要的 就是这个俄污战争 会不断地搞下去的话 会使到这个炸弹不断地爆炸的话 你又不是攻莫斯科 那时候我在台湾节目 我都跟很多人说 你要是速箭速决 打查普京 找人刺杀他 攻击莫斯科 消灭完胜这场战争 但拜登不敢做 你应该做的就是尽快停 你不尽快停 一拖磨的话 当时我记得有一位论盘台湾 有一位吴嘉隆 就是一位我尊敬的政论界的专家 前辈 他说这样可以消磨俄罗斯的军备 因为俄罗斯可以把很多军火 就放在一个地方烧很多东西 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军火 我就说根本上你不要这么想 有黑弹的 和俄罗斯的军火大部分 你烧完一批 在中国供应另一批给他 不是一个定量的消源就没有 你不是静态看这个问题 你动态看 中国会给武器给他的 而且有核弹的 那你怎么消磨呢 他削弱很多的人力物力 是有一定的损伤 但这些主要recoverable 所以我就说 现在你要面对这个两个恶人 就是一个东升A和东升B 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你搞清楚 你要去对付次要敌人 那你的头号敌人 是不是如雍之利拿到呢 是 我和几位台湾政论界的前辈 都讲过这个问题 他们开始都是半信半疑 但是越来越 我讲了很多次之后 你开始都认同 我不讲哪些 保留他们的一种正论空间 前辈来的 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是这样去看的 好了 面对这个局面 你会看到 扎连斯基的好的演员 各项在乌克兰的民意调查 显示 其实很多的乌克兰人 心里面是想停战的 别人的孩子死不完 这场战争每日死几多人 你说乌克兰最近炸了他一个 几百吨的俄罗斯的武艺库 很厉害 然后俄罗斯又 如星火般的炮弹炸乌克兰的城市 又死了很多人 我想问你 别人的孩子死不完 那帮助教不是一直说反战的吗 一直说love and peace的吗 那为什么你一直在那里 这场战争继续打 是不是你不去打 你的子女不去打 你的父母不去打 于是继续打 你要打 顶住俄罗斯 你不顶住俄罗斯的话 我会受伤的 原来是为了你自己 于是叫人们敌人的孩子死不完 而乌克兰是不是想继续打呢 我在台北接触过好几个乌克兰的朋友 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觉得 一直吸烟跟我说 乌克兰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有 其实他本身都很不想这么说 但是私底下他会跟你说 他想尽快停止 公开他会说打打打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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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心里面觉得尽快停止 因为死的是他们自己的亲友 不是台湾人不是香港人 而扎连斯基他眼中是一个actor 他以前是一个actor 现在是一个actor 一去到美国每次带六百亿美金走 哇 多爽 多豪 这种演员去到美国 回到那个地方 又拿到这个掌声 而同时又继续打 继续磨 而他成为了好像 整个沃南的英雄一样 这种情况就好像中日战争一样 当时蒋介石最后变成民族英雄 但是究竟多少人在战争里死亡呢 当汪精卫提出和平的主张的时候 求和派很多的中国人一定是坏的 但是你从历史的重心去看看 究竟谁是谁非 谁更有道德 谁更没有道德 谁在历史上站在正确的一边 短期的 中期的 长期的 我想会有不同的看法 OK 我看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观念 你可以说我 我不支持沃南 你没有血性 那你支持 很简单 你支持沃南 你自己上去和他打 你说这么支持 就好像人们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勒斯坦 那些女人常说我支持巴勒斯坦 哈马斯 你坐飞机 我穿得比较像美国那样的人 美国人进到哈马斯和巴勒斯坦阵 你有什么结果 所以我说说很轻轻的 但我就说在地缘政治上 不是联俄制装 而是主力攻击中国 停止俄乎战争 才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削弱 中国是很想大家继续打俄乎战争的 OK 你要明白这一点 即是说中国极想你继续去前斗 在这个越战里面的 极想你继续前斗在韩战里面的 你前斗下去可以 那你前斗下去就消你的钱 消你的人 那你说你没有美军 今次没有美军 乌克兰军队 那我问你左交 你说人权 love and peace 那些人的生命是什么 乌克兰是打不赢 你在打一场你打不赢的仗 而乌克兰现在的所有军备 根本没办法赢俄罗斯 而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全部 医软波的劣质的低级的低质素 低质素的一些武器 F16都给一些过期货给你 而那些地方我给你都没有用 因为你要训练半年一年才会摘 而北约也不会帮你摘 给你一架机 然后给你一个教权手册 这么厚的 几个按键 在F16啪啪啪啪啪 你都不懂得拍 F16很有趣的 没有推杆的 就是一堆按键 十几个按键 就在两只手旁边的地方摘 一摆摆摆 一摆错了 你整个机犯了 你不懂得摘 又要学 学要教 教又要试 一年两年 是吧 那你怎么办 就是我就说 你美国也不是出美军帮他 这样做交易 美军出档他又不敢说 那就是弱鸡 给你医院波的东西 打了打了打了 你知道这场战争 美国根本上无心戀战 在那里拖磨 击的是什么 军功复合体 军火箱啊大佬 那你都看不明白 是吧 那你说这个战争停了 和战 非军事区 那希望大家会停战 那俄罗斯的野生会不会削弱呢 为什么呢 俄罗斯一直要的就是一个缓冲区 我现在不是叫做 不是说像张伯伦那样 签署一个和约的地方 而是说 这件事引起了很多问题 特朗普要这个地方签署 要俄罗斯做多一件事就可以了 对中国加100%关税 如果我是阿 如果我是Trummer 可以停战 不停战 我是bomb you 你加中国100%关税 我就给你提 非军事区 答应你的条件 这个地方 不加入北约 不加入联盟组织 乌克兰 100%关税 中国 对中国100%关税 Go 是吧 你将你的油 卖给中国的那些 起三倍四倍的钉 那我就跟你谈 你不敢玩 我不跟你玩 普京一定坑制 明白吗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是怎样玩的呢 你要将敌人pull together 还是要剃开呢 think about it 这一盘棋 你要捉得叻 捉得妙 是需要一些智慧的 而Trump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展现了 相当超凡的智慧出来 那 那他都 当然啦 扎连司机就不理了 但他会访问美国 那他回应说 Trump 并不知道 如何阻止乌克兰战争 即使他可能认为自己知道 is really BS bullshit 就要你收皮 victory plan 你怎样victory plan 你plan些什么 你的victory plan 不靠美国 即是这些胜利计划 不靠美国来支援 不靠北约支援 你收档啦 欧洲都不支援你 美国扔一大堆钱到北约 大部分的钱都被美国扔出去的 你最接近俄罗斯的 和地缘政治 接近乌克兰的 就是你欧盟 欧盟各国 为北约二十几个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都是祸利 德国扔一半 法国扔着河包 扔得多些的波兰 爱沙尼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等等的国家 真是能够扔钱的 法国啊 英国啊 甚至德国这些北约国家 他们各个口爽何包立 我问你了 这些人做什么事呢 你不就自己打饱他 还有很简单 你不给钱打饱他 你给钱我们再说 你不给钱我们打饱他 你打饱他 你什么扎连斯基姓 你姓条毛吗 在那自嗨 义和团自嗨就行 你无枪无炮 你所有的军备 所有的重型的精密的武器 都要靠北约的 你求 这个 是欺骗 哄 拜登 哈利斯那条磨碌 左膠 就在那里 给钱给你 你的意思是欺回来的 骗回来的 哄回来的 特朗普不会给你哄 不会给你骗的 这个就是分别 所以就说 这个就是两个很重要的分别在那里 那 说回大选的一些民意的调查 虽然我也经常说民意调查不是最重要 那我也是 今天播出在廖小军的这个 就是台湾的一个用华语 或者国语做的一个正论节目 都说过 我都说过 双方的差距 少于5% 是1960年以来 60多年以来第一次 那这个是咬得相当紧 但这个紧 是基于那些民意调查被操控之下紧 我翻查以前的资料 我们昨天说过 2016年 希拉莉 是 popular vote 或者 electoral vote 都大幅度抛尼特朗普的民意调查 OK 即是他民意调查不是实质选举 希拉莉的民意呢 是68比32 超过一倍地赢了特朗普 大家认为希拉莉赢硬的 好了 跟着2020年 拜登对特朗普 拜登当然赢了特朗普 赢了大概2-3%的 popular vote 但 民意调查 同样是New York Times and Siena College 是在说拋离14个百分点 我记得6月做的调查 2020年6月做的民意调查 New York Times and Siena College 在说拜登在拋离特朗普 14个百分点 今时今日 这个哈利斯只是拋离特朗普 3个百分点 4个百分点 4个都没有 同时全部都是误差范围 我问你 结果会是怎样 大家想想 用Extrabulation 你要知道 特朗普是非常佔优的 何况 这些阻交民意调查 开始崩溃的边缘 露馅 最近 New York Times and Siena College 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 不要说 popular vote 没有意思的 popular vote 因为加州人很多 纽约人很多 没有意思的 全部都是南州 选举人票不会增加 因为 美国是靠选举团人 不是靠普选票的 纽约时报和邪南学院 讲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在亚里佐纳, Georgia, North Carolina 三个亿拜州 明显领先 亚里佐纳更加突破了五叉范围 是50比45去赢哈利斯 至于乔治亚州 Georgia是49比45 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领先 北卡基本上是不差范围 是49比47 都是特朗普领先 这个左交革命意调查 偏偏在当日 星期一的时候 没有公布到其他四个摇摆州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不公布 因为之前呢 基本上呢 Pansylvania 他讲的 Harris 在领导Trump 一至两个百分点 但偏偏 周一呢 就是做三个州 就是阿里佐纳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其他那些没有公布 是不是时间又错开 还是故意做了之后 放在哪一边 不公布呢 避免冲击太大呢 或者是这样 不知道 我不想有谋论 其他四大摇摆州是什么呢 Pansylvania Wisconsin Michigan 和这个Nevada Nevada to a less extent 是重要的 因为他只有六张选举人票 当然了 票票都很重要 但我会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算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未放心的 因为特朗普即使在 Georgia 阿里佐纳 和这个 North Carolina 赢了 赢了 那么多个州 他都要赢多 一个州 而那个州一定不是Nevada Nevada的选举人 团票最少 要赢多个州 比如 宾夕凡尼亚州 比如 Wisconsin 比如 Mijigan 其中一个州 那才冲过270个 选举团人票的门纳 而当选 美国总统 我当特朗普是阿里佐纳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都赢了 我都要赢多一个州 在三个州里面 选一个 Pansylvania Wisconsin 和Mijigan 你赢多一个州 就赢了 少一个州 就完蛋了 少一个州就完蛋了 所以这件事就是 左派的民意就是这样看 但我都说了 是有水分的 水分由2016到2020年 都起码5%看外 你左派的民意调查 做不到5%看外 做不到 我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解释给大家听 问题不是这些民意调查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第一 它做的sampling太小了 千多人 台湾做2300万人口做的sampling 是千多人的民意调查 蓝白鹿 那时候是千多人的民意调查 美国三亿五千万人口 你可以用一千多的sampling去做 根本上一定很大不差 第二件事就是说 这些机构本身都可能受到他们的金主 政党 他们的利益疏摆 因此呢 全部都是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个结果出来 而更根本的原因 是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们是隐性选民 就是他们很多christians Evangelists 他们很多时候 哇 他二分填一会投票 甚至会表达我没有意见 其实我没有意见的那些 其实最后都是会投过和党的 因为有很多一些countryside的 就是countrymen 很多的乡郊的人 他们本身是不会表态的 你问我不表态 我说我没有意见 其实我的意思是 很有强烈的意见 就是我会投票 Trump 但我不告诉你们 而这个水位很高 不需要popular vote很高 只有几个摇摆州高 已经够了 所以就说 为什么这些民意调查 会往往有一种失真的情况 失真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说过了 在目前的环境下 Trump也会加强他选战的力度 在南州、红州、摇摆州 全面出击 他非常厉害 一个78岁的老人家 完全没有老态 他说话的神情、语气 他们的精神 想法的速度 其实可能会比我更好 我说话都语速 专专调慢一些 希望大家能听得到 如果我说 你听得明白吗 我不会这样说话 Donald Trump也说 既快 而且说话很清晰 令大家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没错 有时候重复一些概念 因为这是他们的选举 但每一次的造势活动 都略有不同 所以有一班他的支持者 就是每一场他的Ready 每一场他造势大会 都去到足 特朗普在接受 Brightbark News的访问 他说正如60多天的时间里面 展开密集的竞选活动 不单只关注摇摆州 还要去到一些传统上的 共和党的红州 和民主党的南州 去展现的实力 有些人说 是不是唯一冲popular vote 我觉得不是 popular vote irrelevant insignificant 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只是统计学上的参考价值 但不影响他的胜算 不影响到他的政治权力 真正的地方是什么呢 大鸡大小鸟 多少个参议员 众议员 在那个地方选举 他是以大大小 这个就是他重重的原因 他宣布计划前往 Colorado 这个南州的Aurora 奥罗拉 和俄亥俄州 就是Ohio的春田市 Springfield Ohio是红州 共和党的 科罗拉多州是南州民主党的 两个都会去 凸显影响这两个社区的移民危机 也都说回immigration多重要 因为他的所有做社会 不只是那个州的人看 是用网络方面传遍全世界 传遍全美国的 所以就说每个州都因为 非法移民问题 和经济通发膨出问题受到影响 他都会大量地说 那么他23日 他在奔州 奔正凡尼亚州 举办一个活动 刚刚说的就是说 说美国农地的问题 24日 Trump也都会在我 在做节目这个时间 去到Georgia的Savannah 做竞选活动 25日他回到North Carolina 的Charlotte 去进行活动 那么上个周末 他曾经在这个周停留 所以马不停蹄 27日 他就会去到Michigan 做多长的活动 基本上是日日有活动 可能日中间休息一两天 要回忍器 要吃点好饭 睡点好觉 但基本上 莫尼帮他准备的稿 每一粒字 他都看过了 非常纯熟 包吐的也非常清楚 他都考虑在 Virginia Maine New Hampshire Minnesota New Mexico 和New Jersey 做竞选活动 甚至去到 纽约州 举办更多活动 他刚刚这个星期周末 去到 New York Long Island Nassau 纳索体育馆 举办一场大型集会 他今年内 亦都已经在 纽约州和纽紮西州 就是New York 和New Jersey 举办了其他竞选活动 他说能够吸引大批群众 参加集会 其他候选人 无法比议 这个纳索体育馆的集会 场地容纳可能 可以容纳三倍的人潮 亦都是他和其他候选人 支持程度的 非常大的分别 不是那些充满Word Salad 的 Kamela Harris 而是真的 非常有常识 和见识的 Donald Trump 去做的这件事 我记得上星期 我都说过 Majigan 和阿坎莎州的州长 Sara Huckabee Sanders 是共同主持 一个town hall 市民大会 他们表示更期待 好像 有没有看过 Grad Gutfeld的节目 我想很多 热衷我这个节目的人 有很多人都看过 是Grad Gutfeld的节目 是Fox News的节目 是非传统媒体露面 这件事非常难得 也得到很多分数 而上个星期 特朗普也受访 令到这一党节目 获得了创纪录的收视率 我想这种人格能力 魅力 是会继续这样发挥出来 我对他的选情 如果没有选举舞弊 我是非常乐观的 对于民意调查 我都分析过 我会怎样看 所以我的选情是乐观的 但如果选举机器 选举制度 出现一些造票的疑魂 而成为现实的话 如果成为现实的话 就是Rig Delection的话 就不得了 你看特朗普是很亲民的 他去到矿超市 去到宾夕凡尼亚洲造势 9月23日 昨天 特意去到超市 超市市场上参观 期间他看到一名养育三个小孩的妈妈 三宝妈 他的结账的时候 顺手拿出100元美金 送给对方 减轻三宝妈的卖单压力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导 特朗普当时在奔赤凡尼亚洲 肯塔宁的Sprankos neighborhood market 向一名在收银台 叫店员结账的女子 递出100元的美钞 直接说 价格会降低一跌 三宝妈健壮 非常开心笑纳 非常开心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情况 也都看到他对于很多人的关心 你看这些情况 你有没有见梁振英 会做这件事 不会 你有没有见这个李家超 会做这件事 不会 这个很浅然 什么人是真的缩骨 什么人是为人民 而看到拜登继续出很多扬相 Quad的业方 基本上是一种失败的表现 他派BLINKEN去到中东 挖船尔哈冲突 甚至越挖越乱 现在以色列和黎巴顿真主党 几乎是全面开战的边缘 而你看到以色列也发射了一个很重要的攻击 向黎巴顿真主党很多基地 杀死了一个炸弹 杀死了五百多人 二千多人手伤 继续打下去 越挖越乱 那你搞来做什么呢 就是你做这个炸粮 越炸就越 越做炸粮就越麻烦 那我问你了 拜登基本上看得到他的情况很严重 就算中间篇左派的华尔街日报 也在二十三部发表社论 Editorial 说拜登总统在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可能是他世界舞台上最后一个重要时刻 相较于拜登刚上任的时候 现在的全球环境危险得多 美国的利益、人类的自由和民主 远比四年前不利 那这个要怪谁呢 拜登自行独裁者Dictators 在欧洲、亚太、中东、非洲、美洲得到进展 他说拜登在阿富汗厂缺骨 是他做出最具破坏性的决定 导致神学士塔利班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 实施伊斯兰激权统治 性战士也重新获得庇护 根据破坏性 这个举动令到美国的阻撼力可信道崩溃 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得出结论 他可以以有限成本入侵乌阿兰 而当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阿兰 乌阿兰的人奋勇抵抗之后 拜登就向基辅送去武器 但在每个阶段都比得太小太慢 即使到现在拜登对于是否允许 沃兰对俄罗斯境内使用 就是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长程飞弹仍然鱿鱼不决 你看到这种医院波 哪个人有利哪个人不利 左交你是否要支持拜登现在做法 还是要叫拜登参战对俄罗斯 加强对这个沃兰的一注 全部美国最精良的武器 给了沃兰打他 你这样说是不是呢 你这样说美国人会受吗 即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你是不是脱离民情 还有脱离整个地缘政治格局的衡量吗 记住啊 乌克兰在当时台湾有难的时候 是差不多第一批飞开台湾的 乌克兰人还撤除了台湾的代表处 台湾有在乌克兰处的代表处 乌克兰主动撤施到今天都未恢复的 因为它放行一个中国原则 触拥中共 触拥习近平 这个就是泽连司机 这个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是一个腐败无论的国家 和台湾完全无可比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左家在想什么 拜登在中东的表现更加差 没有延续特朗普任内促成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际阿联邮和 以色列建立的建交的 Abraham Echols-阿伯拉罕协定 反而势图排制沙地阿拉伯 并禁止使用进攻事务 去打击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 拜登从一开始就向伊朗示好 希望延续2015年的核协议 这个协议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之前 曾经令伊朗在奥巴马时代 尽管伊朗透过代理人制造混乱 拜登也拒绝执行石油制裁 軟脚蟹 当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 在伊朗帮助之下入侵以色列 屠杀上千名的无辜者之后 美国措手不及 现在美国中东最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正在多条战线上交战 而青年运动几乎封锁了红海周围的商业航道 拜登只能令美国海军司令玩飞弹游戏 同时伊朗毫无畏惧迈向成为核武国家的目标 拜登嘴上说不可接受 但每一个行动都表明伊朗核武法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试图阻止风险太大 当伊朗涌核的时候 世界安全架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亚太地区 拜登的记录稍微好一点 即是行云 至此在外交层面上是这样 它加强了美国抗衡中国的同盟 尤其是和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的同盟 包括了AUKUS就是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即是三国军事同盟 和日本和美国的军事结盟 即是叫做安保条约更加紧密 但美国在亚太的硬实力 并未跟上外交发展 美军没有足够的潜艇 来同时搬足AUKUS的承诺 和美国自身的需求 美军基地更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 和长程度来阻止中国入侵台湾 而美国国务院的谴责 并没有阻止中国对菲律宾船的骚扰 到美洲 委内瑞拉独裁者总统马杜罗 不出所调蝕取另一场选举 暴露了拜登政府放松石油制裁的协议天真无比 墨西哥正在向独裁者方向的倾斜 美国并没有抗议 古巴继续尽可能传播革命 由此造成人类的痛苦 跟随大量人民非法进入美国 然后每日批出的非法移民配额 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谋 最不祥的是 这些具有威业性的区域大国联手 形成一个新的反西方軸心 AXIS 伊朗向俄国提供飞弹和无人机 俄国可能正在伊朗提供核武技术 中国正在援助俄国 中俄现在正在一起进行海军演习 北韩也向俄国提供武器 同时受中国保护 使它闪躲联合国的制裁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导致1930年代以来 即90年前以来 世界最最严重的衰退 以及美国影响力的大幅度下降 但拜登仍然表现得 好像现在是一个和平泛民的时代 美国接下来要应对一场正在形成的风暴 势必困难和危险 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美国的阻吓力 这个需要更多的硬实力和政治意愿 无论谁入主白宫 都必须放弃拜登时代失败的政策 以免美国最终陷入全球冲突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就说了 Carmen Harris不需要为他负责吗? 他是拜登的副手 是要埋单的 是要连带责任的 第二他是非法移民的边境沙皇 最后大量非法移民的进来美国 他要负责的 第三 如果他真的要改革 他不应该去竞选 应该回白宫 立即执行一个老坦老残 不是由拜登 而是由Carmen Harris 去主导的政治 改革上面的情况 而我非常赞赞赏 这篇华尔街日报 我很少说华尔街日报赞赏 这篇社论写得相当好 记住9月23日 2024年9月23日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社论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希望大家明白 当然特朗普也非常慷慨 他拿大父亲和大父亲上去 很开心 更加重要的地方 就是特朗普有一家 奥哈尔的面包店 由1984年以来 都会制作任由 总统候选Q版头像的饼干 给客人购买的数量 去做民意调查 而精准程度是非常重要 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准 令到不科学的民意调查 被气称为 美国大选版的章鱼哥 根据这一家面包店 Buskin Bakery 在奥哈尔的Cincinnati Buskin Bakery的购买率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支持率领先Harris高达15% 大家看看 看到购买率 大家买特朗普的饼干多 饼干民调 最后 持续到11月5日为止 想参加民意调查可以买的 当然这是促销 但最新的统计院士发现 特朗普饼干卖出了2953块支持率是54% Harris卖出了2134块支持率是39% 代表Independent独立的笑面饼干占7% 另外尽管这个民意调查不科学 但经历了十届美国总统选举 几乎都被精准命中 唯一失败的一次就是2020年 而我认为那一次 根本上是否特朗普失败 我都很有疑问 这个所谓的Rig the election 选举舞弊的移民到今天都未出 OK 所以就是2020年那次输了之外 其他这个饼干民意调查是很准确的 所以我就说我对于美国人的选择 没有怀疑 我对美国的垃圾联帮总统选举制度 是充满怀疑 这个才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守护着美国 希望Win it big Too big to fail 这个才是真正的方法 今天做好长的节目 超过一钟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资料比较多 希望大家满意 还有继续关注双部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片 还有令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下次再见